天氣真的好冷啊 乾脆看不得就不冷了 寒流來要多填衣裳 這道理紅毛猩猩也很懂 三兩步就爬上樹頂 還不忘肥身帶著這塊麻布袋 原來就是台北市立動物園 在寒流期間給林長類的 遇寒水器 有冷到有冷到 就是很多我們熱帶的動物 我們很擔心牠們會太冷 所以甚至就是 我們連門都不開 就讓牠們待在室內吧 台灣的冬天相對來講 對牠們來說是太冷了 這一波真的有冷到 看看長壁圓縮成兩顆毛球 心心母女抱團取暖 小猴子在窩裡 汪汪大眼往外看 就是不肯出來見客 熱帶動物怕冷 原方當然有對策 比如說我們會提供一些甘草 讓牠們在地上 不用睡在冰冷的地面上 然後或者是我們的食物呢 會加量 然後冬季我們會有冬季的食譜 大概會加到一到兩成的食物量 有些動物我們會提供他們一些熱薑茶 就跟我們人喝的薑茶一樣 那我們會加一點黑糖 讓它甜甜的 陸歸照保溫灯 加裝塑膠門簾擋寒風 水裡的象魚泡溫泉 出水溫度控制在26到28度之間 林長類喝薑湯發麻布袋 開放室內外空間自由進出 食物也要多吃點 才有熱量好過冬 我看到鱷魚直接瘫在水裡 對 沒有在動 對 完全沒有在動 感覺死了 穿山甲管那邊 他們魚是放溫水 感覺活得都比我們好 我們很冷 可是我覺得動物應該喜歡 我覺得很幸運 因為上次來幾乎都沒看到 可能太熱了 上次是我們人覺得OK 但是動物可能覺得太熱 平常來洋洋 今天卻忙著劍走活動筋骨 大貓熊圓圓圓仔一刻不得閒 冷嗖嗖的天氣 倒是溫帶動物最開心 明日新聞 向遠蘇一森台北報導